这是什么情况 主办方竟然把两个年幼的孩子领到赛场 当他们看到鼻青脸肿的父亲时 已经是气不成声 这一幕实在是显得有些残忍了 这是2006年的一场摔跤比赛 有已经42岁的科尔曼 挑战号称61最强男人 年仅29岁的菲多艾米颜柯 俗话说岁月不饶人 他们一个是英雄池木 另一个则是正直巅峰 科尔曼敢站在擂台上 就已经是名勇士了 但场外的插曲 却让科尔曼显得情绪低落 因为和妻子离婚 他遗憾地失去了两个女儿的抚养权 大战在即 他仍然在休息室看着报纸 显得心事重重 反观另一边的菲多 则是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 仿佛就像一台战斗机器 比赛开始 这是菲多职业生涯的第27战 也是与科尔曼的二番战 在首次交手中 菲多毫无悬念地赢得了比赛 科尔曼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 他是第一届UFC的重量级冠军 下前摔是他的绝招 不过这招对于菲多来说 似乎不太管用 科尔曼很快便落入了下风 不过这位老将怎会轻易认输 也许他的女儿们 正在电视机前观看着这场比赛呢 他某然站起顽强地和菲多周旋 他把菲多顶在了板边 千疮百孔的他似乎还在想着下一步的对策 菲多好像也不忍心再打了 只是象征性地挥了几拳 裁判也很合之一地上前将他们拉开 裁判随后让科尔曼到场边接受检查 他显然不愿放弃 他回到赛场准备全力一搏 下前爆摔 这是这位老将最后的倔强 任菲多如何地吹打 他也没有拍地认输 这场景多么像他在现实中的处境呀 即便受到了生活的风吹与打 身为男人的他 也依然要扛着困难走下去 科尔曼在最后时刻 拥尽了全力在和菲多对打 菲多只能用十字扣结束了这场一边倒的比赛 科尔曼无助地躺在地上 在生活中 他是一个失败的丈夫 在赛场上 他又成了一名失败的拳手 就在这时 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主办方竟然将科尔曼的女儿们领了过来 科尔曼得之后猛然爬起 因为他可不愿再做一名失败的父亲 他不断地重复着 我很好 爸爸没事 但这显然不足以安慰两个小棉袄 这使得他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幼稚的主意 他抱起孩子走到菲多的面前 随后科尔曼为了安慰孩子们的情绪 竟然公然跟菲多策划了一场假拳 菲多也是心甘情愿地挨了两下 这恐怕是第一位挨打之后 还满脸微笑的选手了吧 这暖心的一幕也让现场观众感动不已 铁汉 也有柔情的一面 他用这个方式安慰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显然 作为父亲的科尔曼一定是合格的 但是主办方将孩子领入赛场的做法 还是非常过分的 那么大家又是怎么看待这场比赛的呢